皇后码头在中环海边百多年 经历过很多的变迁 究竟带给大家什么回忆呢 有整个说说 皇后码头的回忆 要由一百年前讲起 当年皇后像广场在维港旁边 人们叫附近的码头 租皇后像码头 二十年代初 正文地政府用二十万重建 新建的皇后码头 有同造的上盖 和圆拱形的石柱 1925年上任的港督金文泰 就在这里上岸离身 中环不断发展 海岸线越田越出 皇后码头拆射 搬到现在的位置 但不变的是 港督用这个码头 进出香港的传统 六四年卸任的柏立基 七一年上任的牧里号 乘坐墓连夫人号游艇 抵达皇后码头 92年里生的末代港督彭定康 英雷皇伊丽莎白二世 第一次来香港 亦在这里上岸 中环海旁要继续发展 这个记录着殖民地历史的码头 又要再拆 人说这里有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应该要保留 相同的地方 我们会有我们不同的经历 你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是很不同的 集体回忆不应该 和城市的发展是有矛盾和有冲突的 有新年史记者 请说不道